今天给大家说一个小成本悬疑片 熟悉的陌生人 这个男人正在仔细地打扫房间 清楚一切属于他的痕迹 包括指纹和毛发 又把门窗封得严严实实 然后打电话给公司留言说 他要离开这个世界 再然后他把瓦斯开到最大 又把头伸进烤箱里面 把自己给炸起了 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这个男人有一种很特别的病 喜欢模仿其他人的行为生活 这种病叫强迫性表演型人格障碍 他叫老安 今年42岁 单身 职业是房产中介 性格沉闷不爱说话 工作也极其无聊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看电视 几乎没有朋友 就好像已经跟整个社会脱节 孤独沉闷家无趣 这让他极端厌弃 行尸走肉一样的自己 因此内心很渴望变成另一个人 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他模仿的第一个对象 是一名身材和他差不多的租客 是个大胡子 他仔细观察了大胡子的声音 语调和行为习惯 包括一些不经意见的小动作 然后按照照片 制作了一整套 非常专业的衣容模具 等这个大胡子搬走 他就马上化妆成大胡子 住在以前别人住过的地方 用着别人用过的家具 像别人那样去生活 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就好像自己真的变成了别人 不再感到孤独 也不再沉闷 甚至戴着僵硬的脸套 去参加借酒护助会 都不会被认出来 可是这样有趣的日子 并没有坚持太久 有一天他在离铁上 偶然撞见了大胡子的熟人 他赶紧假装没看见 想要悄悄溜走 谁知那人紧追不舍 还要他赶紧还债 老安做贼心虚 慌忙一路狂奔回家 换回了自己的身份 这才没有被认出来 大胡子这个身份是不能用了 那么接下来他就模仿谁呢 很快 一个著名的小吃金大师 找到了他 希望买一间安静宽敞的公寓 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就行 这个古怪的老人 立刻就引起了老安的兴趣 大师养了一条狗 左手总是戴着一只手套 走路一拳一拐 说话的语调漫不经心 对一切都毫不在意 经纪人告诉老安 大师在美国出过车祸 手和脚都落下残疾 再也不能登台演奏了 从此他的脾气就变得非常古怪 毕竟一个人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比杀了他都难受 这点老安非常理解 觉得自己和大师很像 工作和生活 没有一样是自己喜欢的 那么模仿这个大师 会不会很有意思呢 有了这个想法 从此他就很仔细地观察对方 尤其注意对方古怪的音调 和走路的姿势 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 才能抓住几斤髓 好不容易等到有一天 大师有事外出 老安赶紧偷偷溜进了 大师的公寓 易容打扮了一番 就假装自己是大师 在屋子里面自语自乐 看起来他病得还不轻 结果老安还没模仿过瘾 大师竟突然半路折返 回到了家里 他慌忙收拾东西 躲进了一橱里面 隔着门缝 他看见大师 正在和一个女人争吵 女人哭着向大师求助 似乎是说自己得了绝症 但是大师非常的无情 连门都不开 直接赶走了女人 等周围安静下来 老安才偷偷溜出了公寓 结果很意外 正好撞见那个女人 更意外的是 她易容得很逼真 女人居然没有看出破绽 和她聊起了往事 原来这个女人叫妮娜 是大师年轻时的情人 俩人没有结婚 却有个孩子 因为大师的心里只有音乐 抛弃了他们母子两个 妮娜的目的也很简单 她现在患了绝症 希望大师能把儿子抚养成人 她也从来没有在孩子的面前 说过大师的坏话 现在孩子念初中 也在学情 愿望是将来像她爸爸一样 成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 女人见大师一句话也不说 留下地址之后 就起身独自离去 短短几句话 就道出了她 多年的心酸与苦涩 老安其实想说点什么 安慰一下 但是怕露出破绽 只能一言不发 事后 她看着孩子可爱的照片 默默地发呆 谁会抛弃这么可爱的孩子呢 或许她真的能为 这对可怜的母子做点什么 于是一周之后 老安再次易容 去了妮娜的家里 见了那个孩子一面 孩子叫文森 非常懂事 初次见到爸爸虽然很紧张 但是从他的眼睛里 能看出抑制不住的惊喜 有那么一瞬间 老安心里闪过一个念头 要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孩子 该有多好 有了这个想法 老安突然决定 帮忙就要帮到底 彻底帮文森 找回丢失的父爱 于是他偷偷闯进 大师在郊外的别墅 造成被偷窃的假象 然后用大师的口音 打电话约文森 共度一个愉快的周末 本来大师的别墅被偷 应该短时间内 不会回到公寓 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 一件事情的发生 是老安万万没想到的 大师似乎是心怀愧疚 自挂东南枝 就这么没了 老安健壮 心情非常的惊恐 正不知道该怎么办之时 妮娜带着孩子 在楼下敲门 她正好已经异过了容 只能赶紧藏好尸体 假扮大师 去迎接孩子 因为紧张 她总是担心 脸上会露出破绽 可事实上 母子俩都没有看出异常 文森还发现了 桌子上留的一封 爸爸写给自己的书信 上面说 请原谅她这么多年 没有照顾儿子 因为她这个人非常自私 原本以为有音乐陪伴 可以过一辈子 但是失去了音乐 她感觉像行尸走肉一样 活不下去 音乐是她沟通世界的桥梁 没有音乐 她宁愿死去 文森越听 越感觉这封信像是遗书 于是赶快紧紧地抱住老安 生怕再次失去了她 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从未如此强烈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 老安觉得自己在真实地活着 活着就是一种被人需要 被人羁绊的情感 音乐是大师沟通世界的桥梁 那易容就是老安沟通世界的方式 看着大师的尸体 他暗自做了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 从此用大师的身份生活下去 这也是老天给他重生的机会 于是他立刻把大师的尸体 拖回了自己的公寓 也正是影片开头那一幕 他小心地剃掉大师的头发 给大师穿上自己的衣服和鞋子 抹出房子里的一切痕迹 然后把尸体塞进烤箱 伪装成自杀的现场 回到公寓 他又狠下心来 切断了自己的两根绳子 从此他就变成了大师 只是每天早晨都得易容 十分的麻烦 不过这对于一场新生命的开始 都不算什么 用大师的眼睛去看世界 仿佛一切都非常的新奇 为此他还要苦练大师的签名 并阅读各种关于小迪金的书 模仿一个人 不但要形似 更要神似 否则就会被人看出破绽 没过两天 他还收到了一封葬礼邀请函 因为大师是老安 生前最大的客户 人生无奇不有 就能参加自己的葬礼 老安的心里默默地感觉好笑 不过很快 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警察过来找他 询问老安自杀的原因 警察为什么会调查呢 也就是说 警察应该从伪造的现场 看出了疑点 老安强作镇定 用一种不知情的语气 应付各种问题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仔细观察了 男警官的长相和穿着 必要时得潜入警局 得看看警察们都知道些什么 这个周末 他照例去陪文森 莫名其妙地白捡个儿子 他非常的开心 带着孩子去兜风 去购物 去游玩 去做一些其他父亲 都会陪孩子做的事 看着文森拉琴拉得那么优秀 他甚至有种自豪的成就感 仿佛这个孩子 真的是他的儿子一样 另外 他和妮娜的关系也逐渐好转 俩人在聊天时发现 警察也找过妮娜 似乎对老安的死疑点很多 为了弄清楚真相 老安赶快一融成 男警官的模样 偷偷溜进了警察局 在查看了资料之后发现 最大的疑点 是一张监控照片 那天晚上 他摆密一书 围造现场之时 开着大师的汽车 正好被监控拍到 忽然 男警官的电话铃声响起 是刑侦科的通知 明天一早 警方就要去逮捕大师 偶然听到这个消息 他赶紧回家收拾东西 准备跑路 首先到银行里 取走了大师的损款 把在法国的一切 都赠予给了妮娜母子 然后就离开法国 来到了整容术 非常高超的西班牙 毕竟西班牙 有部电影叫《雾气之夫》 把男人都整成了角色美人 把他整成大师的模样 也完全合情合理 其实一荣术再怎么高超 面部的表情 都会有些僵硬 而整容术就不一样了 整容才是一荣术的 最高境界 就这样 为了真的活成大师 也为了那个可爱的儿子 他把自己的脸 真的整成了大师 一年之后 文森参加龙体博小提琴大赛 表现十分的优秀 为了让文森的人生不留遗憾 老安也在出席之时 被警察逮捕 最后 他也没有说出真相 以大师的身份 被判谋杀老安 获刑十年 律师告诉他说 只要表现良好 五年就能出狱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我也不是很能理解 男主为什么 为了变成另外一个人 为了一个男孩 不变成孤儿 下这么大功夫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 我们很可能会讨厌自己的工作 讨厌做眼前的自己 有谁愿意站在流水线上 一站就是一整天 有谁愿意搬砖 一搬就是一辈子 每个人都渴望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定要学习一项其他的技能 才能跳出眼前的困境 就像老安一样 自从学了易容术 他的整个人生都完全不同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直风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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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